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地图这里有一件事情要分享,让师父知道。 讲吧! 这事情刚发生不久,就是说这点钟晚上, 在老家港口,全都是木板屋发生一堂火灾。 师兄的老年中风的母亲和弟弟来电话说, 火已经烧到第九间了,第四间住宿, 妈妈家也是木板屋,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师兄一家人一面开车一面念经, 一面喊着《观星菩萨救救我的母亲》, 祈求观星菩萨吃飞撒点干露。 当烧到第九间的时候, 风向突然转方向了。 师兄母亲家只烧到板墙,全都烧黑了。 可惜,是没烧它, 真的感恩观星菩萨大慈大悲。 请大家相信好多座功德。 现在知道吗? 现在知道观星菩萨不达妄语,有求必应啊。 一进来之后不得了啊, 现在的灵验跟过去, 观星菩萨的灵验都不能比啊, 现在人苦难太多太多了。 明白吗? 对啊,不可怜。 好在师兄们都有念经,都有修了。 对啊。 对啊,多好。 烧掉我们就烧掉了, 死掉我们就死掉了。 就是这样的。 对啊。 是,感恩这边, 主书兄要感恩, 感恩大慈大慧观星菩萨, 请大家相信和多座功德。 若不是经常守住观星堂和布施善识, 这些是很难逃过的。 对啊, 你这个应该多多的发出去, 让人家都看到, 在这种灵验的事情多发多有功德, 明白了吗? 其实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对啊,对。 大家叔父把这么好的咱们带给我们。 好。